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全新的協議 那就是叫做Napier 他們還沒發到代幣 所以說有機會斜槓起來 好那Napier他是做什麼呢 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基於在Curve上面的Pendo協議 大家還記得Pendo嗎 是做這個Interest Rate Swap 就是這個利息的交易平台 你可以把你的年化率在DeFi裡面給賣出去 然後提早拿一部分的收益 賣給誰呢 賣給看好這個年化率的人這樣子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現在這些產品都越來越優化 也多了越來越多的選擇 我們之前也有訪問過Pendo的創始人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那集訪問 我們先來講一下Napier是什麼 在開始之前我要請大家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請不要碰到任何的金融建議 今天講的都不是金融建議 然後呢一樣這個項目呢 我們也有做一個Napier的專屬中文社區 同樣也會發在Curve中文社區裡面 讓大家來討論 我們也會邀請它的創始人進來 那這個一樣呢可以算是被歸類在Curve生態項目裡面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Curve生態項目的話 也歡迎到Curve Wiki來去看各類的項目 這些連結我們都要幫你放在裡面 隨時可以供大家去參考 好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他要選擇Curve這個平台 Curve現在的總所償量是21億美金 那Curve因為它有一個整個的飛輪效應跟它的生態 大部分的用戶會把它的LP存到Convex裡面 那我們這邊隨便選一個Convex這邊的產品 比如說Frax USDC 2億8400萬美金 就會從這邊看到它的收益是來自於哪裡 這個池子大約是2.42% 好我們選一個高一點的池子 因為這個池子有點低 我們選一個其實現在都蠻低的 我們來看一下 選一個這個好 Curve CVX的這個好 OK Curve對Curve CRV16.67%對不對 好這時候呢 如果你有一個像Pando這樣的平台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把一部分這個利息分出去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降低你一部分的風險 因為你可以先拿到這一部分的利息 那想要你這個利息的人是誰呢 就是他看好 這個年化率會繼續這樣子往上成長 那賣掉的人他可能覺得這個年化率會下降 所以這有很多的這個選擇性在這裡面 同時呢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風險 增加他整體的這個資金利用率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Pando現在的所長量 Pando現在是1億5200萬美金 這個賽道呢 早期大家真的很看好 就覺得說DeFi已經夠複雜 還搞這個 但是反而在熊市裡面 大家更認真的去學習 然後去了解到這些代碼背後的安全性 對 那Pando呢 也已經上限了一年多了 然後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也不能說完全安全 因為我說真的 智能合約沒有百分之百安全 但至少在現在沒有受到攻擊 不代表未來不會這樣 但是至少這個賽道呢 證明出是非常多人想要用 但是因為Pando他 他沒有基於任何Curve上面的協議 雖然他沒有辦法創造太多飛人校 他很多飛人校還是要跟其他協議一起合作的 但是Napier就不一樣了 他是基於在Curve上面 而且受到了Curve生態團隊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今天你可以同時間挖Napier代幣 又可以挖Curve代幣 又可以挖CVX 又可以賺取這個年化率跟交易手續費 那這個飛人校就做起來 那這個呢 就可以讓一些流動性提供者 他可能就是想要提早拿到六七%的年化 八九%的年化 他願意把另外一部分分割出來賣掉的話呢 就會有人願意去買這個 那這個買的人呢 他也有一個好處 他只賺你的年化 他不需要提供流動性 所以說呢 這時候對他來講呢 他就有這樣子的需求 這個我們在以前有個項目叫Chess Trentress 在幣安鏈上面看過 就是對很多以太幣 B&B的這個流動性提供者 他可能只想要賺這個年化率的話呢 他就多一個這個選擇 那他怎麼做到這個 他分為兩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一個叫PT 一個叫YT 這個懂Pando的人就會覺得 欸蠻熟悉蠻類似的 一個呢叫做Principal Token which is a fixed income equivalent of that asset 另外是Yield Token which is a claim to the variable yield generated by the target asset 尤其對Curve生態協議這邊來講 流動性提供者多這個選擇 就有很好的一個地方 因為變成說我今天 不用再去承擔太多的風險 然後呢我可以把我一部分利息賣掉 同時間呢我又可以賺更多的代幣 因為又多了一個平台嘛 所以用戶的動作會怎麼樣 他會先從我在Curve上面提供流動性 對不對 然後呢我把這個LP呢存到了這個 Convex 但是呢我現在多了一個選擇 我到Convex之前呢就到Napier 然後Napier會幫我再純進Convex 這時候呢Napier會給我兩種代幣 一個是代表我的純的流動性 另外則是代表我的年化 那我就變成是說我要這兩種東西在一起呢 我才能拿贖回我的資產嘛 對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覺得 這個年化率不會有太大的 會有很大的差別 或是我現在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的話 我就可以選擇把年化率這個東西賣掉 或者我設計兩個也一起賣掉 依照我的選擇對不對 那這邊呢 其實未來還會有一些特殊的協議出現 是變成是說我如果有其中一個代幣 我還可以再借代 舉例來說如果是CRVUSD上面 有創這個詞子的話呢 那又變成有點像是開槓桿的意思 所以我把這個代幣放進去再借 這時候你一定覺得Walkow這個東西 也太複雜了吧 但其實在傳統金融裡面非常非常常見 就是Fixed Interest Rate Swap 是一個千億美金的市場 就是超多人在買賣交割這些利息的 我們不管是在國債裡面看到 甚至於在Agriculture 就是農業市場裡面有看到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大洞的價格 很多這些穀物的價格 或是石油這些東西 所以就變成它有這個空間 讓大家來去交易 對 好 那另外呢 因為CRV的特殊性 你就多了更多的選擇 比如說它這邊有講到3Pool裡面的Ave 或像Compound 都創造出一些全新的MetaPool的形式 來讓你增加你整體的收益 像這邊它有講到使用到Cream的Dye Ave的Dye Compound的Dye 這樣 那整體它的產品 會在大約10月的時候 上線它的這個測試網 那到時候呢 我們會再拍一集教學 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這個測試網的裡面的 這個Napier的產品 那它全部呢 基本上現在都是基於在Curve生態裡面 大家這邊也有講到 像是Balancer這些 但是它現在以Curve的這個 生態年化率為主 來增加Curve用戶的這個選擇性 這樣 你看它這邊有講是一個 我看一下 A lot of benefit user in Curve ecosystem Elevate your earning with highly lucrative LP On Napier Incentivize to create capital efficiency flywheel allowing user to stack trading fee CRVCVX under staking lending reward Get access to dependable fixed yields from Curve through their renowned user interface fueling the Curve ecosystem reap the reward as a portion of swap fee flow back into the Curve ecosystem unveiling the long awaited yield trading feature Anyway整體就是讓你的這個收益增加 而且這邊如果它要跟Connick合作的話 又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Connick這邊可以來幫他選擇這個 PT詞的策略的話 就變成是你就再賺一層代幣了 當然每一層你的風險就會往上增加 就像我們之前介紹過各式各樣的這個 但是我覺得在Curve裡面的好處就是 你多了這些選擇 好了 那這一集就到這了 記得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呢 可以去看他們的官網 還有到介紹裡面參加Napier的這個社區 都有機會呢可以獲得到 如果沒有獎品的話也可以跟創始人聊聊天這樣 好了記得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捧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們下一集見 Bye Bye